上海 陈寬 一起上班 小黛 小黛 是你所爱 住手 嫁得不敢出来了 我如果是女人 我就嫁给他了 干嘛弄脖子 生气了 长得帅的看上我 是我的本事 一生之爱的人 你帮我看一看 好不好 好 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艺频道 习上家习 走进浙江永家 节目录制正式开始了 掌声有请大媒人萧东坡 上场 涌家的父老乡准备好吗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萧东坡 欢迎来到喜上加喜 今天喜上加喜来到了浙江永家县 是因为永家的喜事多 航温高铁顺利开工 温州北站就落户在永家 全国旅游百强县 全国创新百强县 中国诗歌之乡 中国长寿之乡 荣誉喜事数不过来 而且还把喜事带出了省 对口帮扶四川红元县 脱贫摘帽 今天我们来到这儿 喜上加喜要给咱们永家县刑侦大队 唯一的一位出外勤的女刑警相亲 这位女刑警不简单 她抓不过毒贩 抓不过命案嫌疑人 抓不过诈骗犯 那和我正搭配 擅长做反通讯网络诈骗 做各种信息研判 您想象一下 要是做她的老公 资金流向行为轨迹 可想而知啊 这个好不住啊 您再想象一下 要是娶了她 婚礼上 刑侦大队的干警们 全部都会参加 而且这位女刑警 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今天的相亲 有意思了 我先把我该干的事干完了 喜上加喜 由王老吉次宁吉 独家冠名播出 要青春喝次宁吉 喝王老吉次宁吉 喜上加喜 吉上加吉 喜上加喜 由欧洲双人证 全部销量领先的 君乐宝奶粉 特约播音 喜上加喜 由真便宜不用算的 巨划算 独家互动合作播音 上手机淘宝 认准巨划算 百亿补贴 全网低价 天天有 搜汇聚喜上加喜 购买超划算 地域爆款好货 喜上加喜 由中国黄金特别呈现 中国黄金一见倾心 接下来咱们就请 第一位小伙子出场 戴百青二十六岁 是封林镇派出所 乡村民警 浙江签名好民警称号 工作三年三次 县公安局嘉奖 群众授予她六面锦旗 我觉得好像波棋林 她眼睛再大点了 更新 她的故事曾上过央视新闻 最关键的是 她跟女嘉宾相互认识 足足又三年了 在局里 但是这两个不冷 才都不见丁头见 那这也得成 这要不成的话 你多尴尬一些 认识她三年了 有三年了 三年了 她现在还是单身 对 她在我心中 就是一个女神级别的人物 我不敢注意 自卑 你有什么好自卑的呢 因为那时候 光我认识的人追求她 就有五六个 其中不乏很多帅哥 那时候就觉得 自己应该没戏吧 你觉得自己没戏 今天你还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三年过去了 她仍然单身 她也许不喜欢帅的 就喜欢我这种类型的 就喜欢我这种类型的 我今天就想展现一下 我自己她没有了解过的一面 你那同事们来了没有啊 来了 小代小代 顺平和爱 和亲和亲 这些都是给你加油助威来的 是不是啊 是的 来 请工作人员 给他们每人发上一罐刺宁吉 你跟她打过招呼没有啊 打过 平时怎么打呀 嗨 丑欢 你小姐的好看 像春天的花一样 你会紧张吗 也会紧张 你紧张了打招呼怎么打呀 嗨 丑欢 你也在 嗨 丑欢 你也在 如果真的出现了她就 嗨 嗨 嗨 一会儿真的打个招呼 好 丑欢 一起上班 来 回到自己作为啥 二号小伙子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了解一下 我叫抽浩浩 今年27岁 现在勇家县最年轻的政协委员 这个好帅啊 这个 长得也好正习 经营着一家种植石虎的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 石虎种植六年 每期投资三亿多元 年销售额将近一千万 合作助农两百户 帮助每户每年征收三到五万元 好好去哪儿啊 去公司开个会 慢点开啊 好嘞 好嘞 我毕业于美国波士顿 学习鞋价精神专业 2015年回家创业 我在四海山拥有三千亩铁壁石虎 现在从单艺的种植销售 已经变为观光 旅游度假 为一体的休闲农场 平日里也会利用直播进行销售 有请二号小伙子上场 小伙子帅吗 没知情啊 对 跟他谁还很敢用平息 动不动上来就摔你 是吧 学的什么专业 企业家精神 笼统地来说是创业 父母都是做生意的 耳濡目染 小时候就开始做生意了 做什么生意啊 就是在那个社交软件上 慢慢写啊 家里不缺石虎 必须不缺 嫁给你 能天天吃石虎 天天供着 今天给女嘉宾 带点石虎来了没有啊 应该在第二线上 准备好了那个石虎花 我觉得这个东西 的确是好东西 建议你呢 上真便宜 不用算的 据划算上去吧 上手机淘宝 认准据划算百亿补贴 全网低价 天天有吗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三号 叶显达 二十九岁 人民医院手术室护士 男护士啊 他来了 一米八三大个 能坐一字马 能下腰 有游泳教练症 健身教练症 健身康复教练症 身体超棒 脾气超好 今天来相亲 想给女嘉宾 放松放松 这也长青年 这也帅 能下腰 可以 他能下腰 我帮你拿着花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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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行了 今天上来 想给女嘉宾放松放松 我想给她 坚持放松一下 女嘉宾还没上来 你先 你先给我放松放松 可以啊 来吧 哎呀 我更紧了 不是松了 给不少女孩子放松过吧 那没有 你们单位有多少护士啊 两三百号的 有几个男护士啊 四位 他就是在女人堆里啊 我们的女嘉宾呢 他周边全都是高大威猛的行径 你是在女人堆里 他是在男人堆里 你俩倒是挺般配的 那我今天想打败他们三位 想把女嘉宾带走 不容易 你看 第一排坐着的 全是一号的战友 这是不可能的 小黛 小黛 是你所爱 勃亲 勃亲 销亲成功 你们从头到尾就练这一句话是吗 麻烦工作人员 每人再给一罐刺宁吉 你有信心吗 我有信心 因为我是最帅的 你们说是不是 男护士会哄孩子吗 会 你将来有了孩子 给他喝什么奶粉呢 建议你喝欧洲双认证 全国销量领先的 君乐宝奶粉 这小伙子不光帅 还有好多优点 一会儿等姑娘上来 再好好介绍 来 回到自己座位上 前三位都这样了 四号小伙儿 得啥样呢 黄李耀 二十六岁中学老师 曾获一师一优客 温州市二等奖 为人勤勉 安静 腼腆 从未做过出格的事 上段恋爱分手后 开始读书本华的人生的智慧 约翰 戈特曼的爱的博弈 总结反思 自己做得不对的地方 有请四号小伙儿 当你的伴侣烦躁不安时 不管这件事是鸡毛蒜皮 还是事关重大 你都要站在他这边 也还行 挺帅的呀 他是教历史吗 应该是文科类的 让其他人讲理去 你要做的是让你爱的人知道 你站在他的这一边 爱的博弈 你叫什么情感 今天能博弈过他们仨吗 这本书上教会我的是 怎么跟女孩子相处 但他们仨是男孩子 男孩子 但是如果博弈不了他们仨 你就没有机会跟女孩子相处 今天带着教材来的是吧 读了爱的博弈之后 会有提升吗 有区别 如果出现了婆媳矛盾 一个原则就是 无条件要站在媳妇这一边 读书之前呢 讲道理 读了书之后 不讲道理 读书之前 假如你给女孩子送个礼物 你会怎么送啊 送一个保温杯吧 你送过啊 对的 送完了之后 我发现她不喜欢了 今天带礼物来了没有啊 带了 我好好奇 读了爱的博弈之后 她会送什么礼物呢 你给女孩子表白过没有啊 没有 如果是女刑警从那出来了 一号你怎么打招呼 陈欢陈欢一起上班 陈欢一起上班 你怎么打招呼啊 陈欢 我就默默地看着 看着 看着他俩互相打招呼 这是你这本爱的博弈里讲的吗 他跟我讲的是跟对象一起相处 但我好像还没对象 今天有可能敢签手 只敢签女朋友的手 女朋友如果是个警察呢 那可以没有问题 这样等女嘉宾上来 我看你读了书之后 敢不敢签人家的手 好的 回到自己位置上 接下来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女嘉宾 来看一下大屏幕 我叫善成欢 今年26岁 是永家行政大队 唯一一名出外情的女行警 主要做反通讯网的诈骗 做学习研判 好的 马上到 平时经常处理一些紧急的事情 疫情期间 临时组成了防疫专班 研判各类信息5000多条 分析密切接触人员的行为轨迹 我还接着做单位的考核工作 平时会比较忙 曾获得过永家县公安局嘉奖 有人让我描述理想对象的模样 我好像还描述不出来 有人问我恋爱时会啥样 我会说我没谈过恋爱 不知道今天的男嘉宾 你们能帮我描绘出来吗 有请女嘉宾单陈欢 和她的相亲顾问 郭阳 郭亮 维妮娜 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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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嘉宪唯一出外情的女刑警 是不是 是的 穿过防弹背心没有 当然穿过了 打过枪没有 肯定打过 会用紧棍吗 必备技能吗 你看二号已经开始哆嗦了 刚才在第二现场 郭阳 郭亮对你比较礼貌吧 刚开始我进来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的职业 后来我知道他是刑警的时候 我一看他那个姿势 装手就这么抱着 你好 老师 你好 老师 为什么说你也描绘不出来 将来想找什么样的呢 这个心里还没什么概念 就是还很模糊 什么叫模糊呢 因为可能就因为没谈过恋爱嘛 所以自己到底想找什么样的 你看我闺女 就知道自己想找啥的 想找那个帅的 个儿高的 健身小的 小的 是你所爱 勃及勃及 生机成功 来 请工作人员 给她们每人上一箱四年级 希望她们好好喝一会儿 有过心动的感觉没有 目前还没有 维尼娜 你肯定有过心动的感觉 对不对 我回回都心动 你能不能给她介绍这样 心动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心动就是 当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你会不知所措 你不敢看她的眼睛 你能不能学一下 不知所措什么样子 是对着这边学呢 还是对着这边学 你就假如见到郭亮 我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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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你们醒醒可以上来抓人了 我看她 来 你了解了解她们 看看她们 能不能让你找到心动的感觉 1号 你看她开始搓手了 你刚才不练了好半天 什么一起 生欢 一起上班 一起上班 说这样你还得加一句 欢欢 然后咱们一起下班 你得说这样 满手都是汗是不是 见到梦中情人 当然是有一点紧张 你认识她 认识的 但是我感觉 你好像敢直视她的眼睛 而她好像不敢直视你的眼睛 你对他们仨说点啥 兄弟们 让一让吧 三年了 三年了 不可能 你们这么优秀 肯定还有其他女孩子 肯定还有其他女孩子 女嘉宾还是让给我吧 靠本事哪 你看好像这个时候 四号从来都是一个旁观者 她喜欢远远地静静地 看着别人相亲 让一让吧 不可能 靠本事哪 我在默默地关注 1 2 3号的弱点 1 3号 1 3号 1 3号现在给你30秒钟表达一下 别再说上班上下班的事了 她开始咬嘴唇了 又开始搓手了 你小心 她要动手了 再去拨击 我ен组的 木槤 您灵录 我们的设计 我们的设计 分开之后 我一直在努力提升我自己 今天来了 我想让你看一下 你不曾了解过的我 你等一会儿再让她好好了解 你有一丝丝心动的感觉没有啊 我一直在努力提升我自己 我想让你看一下 你不曾了解过的我 陈华 一起胜了 就是比较感动吧 就是比较感动吧 来 你俩离得近一点 以前有过这么近的时候吗 有过 这么近的时候 你敢看着她的眼睛吗 不敢 今天机会来了 看着她的眼睛 对陈华唱首歌 行不行 行 他都快哭 我就教你一个秘诀 就是看着她的眼睛 把她看不好意思 就这样看着她 好 我学会了 加油 开始吧 我爱你 爱着你 就像老鼠爱大米 爱大米 多米 无论有多少的风雨 我都会依然保护你 我听见 她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女神级别的人物 我一直在努力提升我自己 幸福他写 关于未来的画面 小黛 小黛 是你所爱 博亲 博亲 消气成功 你们这回绝对是错了 陈华刚刚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就被你们给搅和了 谁是大米啊 陈华是大米 你是啥呀 我是老鼠 我是老鼠 我看她开始不停地抓自己的手臂 就请给你娜解释一下 这个动作是不是走心的动作呀 因为一个女孩子 当她这个不好意思 不知所措的时候 她的肢体语言 是在下意识地保护自己 这样子 这样子呀 你得俩看 女孩子紧张 肯定会这样 对吧 紧张了 烦的时候也会这样 来 回到自己座位上 二号刚才说会宠女友对不对 对 你先说说 你都怎么宠你前女友的吧 会 就是说去接她的时候 会提前 到她家楼下等她下来 然后我们会带她去吃 她喜欢吃的 就哪怕这个东西我不能吃 或者我不喜欢吃 你说得太基础了 谁不愿意带女朋友吃好吃的 说点高难度的 让你前女友 或者前前女友们 前前女友们 最感动的一件事 我之前是不做饭的 那做了饭之后 我发现就是说 女孩子吃的不适合下厨 因为就是油渍会溅到皮肤上 就是跟你在一起就不用下厨 对 然后吃饭的时候什么样呢 比如说有海鲜 我会亲手剥海鲜给她吃 八个最多的是多少 比如说吃小龙虾 我会全部给她剥开 过节会有什么礼物没有 我会清新准备一些礼物吧 类似珠宝首饰什么的 对 珠宝首饰首选中国黄金 因为送中国黄金 一键清新吗 二号小伙子是个很暖的人 看出来了 三号更暖 三号更暖 我看你又来了是吗 对 我想给她坚决放松一下 我看一号要动手了 来 回到自己座位上 感觉非常好 当时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吃醋的 是什么感觉 相当的温柔 相当的舒服 有没有心动的感觉 那要看她下面的表现 一号 你听到了 请问你什么感觉 我觉得很一般 可以吧 按摩嘛 干嘛弄脖子 搞得我们制服犯罪协议员一样 制服犯罪协议员一样 我们脖子弄哪呢 按个肩就够了嘛 还按脖子 还按脖子 生气了 四号 假如自己喜欢的女孩子被人家按脖子 教材里怎么说呀 我看你那书好像是白读了 以前送前女友送杯子是不是 对 对 读了爱的博弈之后 境界有所提高 今天她要给你送一个礼物 来 赏礼物 又送了一个杯子 能不能解释一下 这个直请的夜里天冷 多喝热水 多喝热水 我有心动的感觉没有 有种爸爸的感觉 一号 我看你又感觉搓腿呢 这个礼物太没创意了 这个杯子跟我们单位发得一模一样 只要出其不意就够了 可是人家单位就发这种杯子 但是在这一刻 没有人会想到我还是送的是杯子 他刚才说了 读那个爱的博弈之前呢 不敢看女孩子 也不敢牵女孩子的手 读了教材之后 勇气具备了是不是 有一点点吧 把杯子拿到我手上 来 你把手放下面 她手现在空出来了 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意思 那么现在我是来签手的 一号不愿意吧 下面有我们很多同事 小代 小代 是你所爱 勃及勃及 消极成功 我签着的也是刑警 我觉得刑警也会在保护我的呢 你还不撒手了呢你 看来读这个书还就是有用啊 回去吧 有点恋恋不舍可能 多洋多亮 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 敢抓对方的手吗 我还比较 比较矜持吧 怎么你脸皮那么厚 拉手这种事吧 还是得在电影院里完成 妮娜 你坐在中间 老手 拉手 都是怎么拉 绝点啊 好的好 我们还需要我签吗 我签你了 你快一点 我等不及了 其实女孩子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要矜持 但内心想着这个傻蛋 你快点吧 快点吧 哎哟 四号 学到精髓了没有啊 学到了吧 签女孩子手应该怎么签呢 先自己大声叫一下 撞一下胆 人家要按你这么说 你得这么说 你得这么说 我觉得精髓就在于 不管三期二十一 先拉手 哪怕再道歉 抓到手之后 坚决不撒手 抓到手里 两个脚还要来回跺 老师 我跟陈琳琳谈恋爱呢 你知道吗 给我们几位小伙子 介绍介绍自己的工作 反通讯网络诈骗 就是俗称的网络诈骗 整个接触类型可能会比较多 然后其中一种叫做杀猪盘的 它这种可能就是说 是骗子业内的一种行话 它把受害人称之为猪仔 然后把跟受害人 这个增进感情的过程称之为养猪 然后在增进过程中 他可能会说一些甜言蜜语 说一些情话 然后等到他们感情升温的差不多的时候 他们就会介绍他们进入一种虚假的这个博彩平台 进行一个投资 然后最后就是开始宰猪骗他们的钱 养猪的时候他们都说些什么呢 比如说早晚午安肯定都要问好 还会讲好想听到你的声音 感觉你的声音很好 听到你的声音之后 我觉得我的一天都非常的美好 或者说你是我的小宝贝 丽丽这种吧 我知道你为啥单身了 原来你对这些都免疫了 你们能不能有什么创意 怎么才能让他心动呢 走 明天一起上班去 你不觉得这么表达有点生硬吗 还是要征求你的相亲顾问的意见 来 你过来给他们做个示范 不是 不是 我怎么上去示范去 来 好想听到你的声音 你是我的小宝贝 原来你对这些都免疫了 免疫了 苏长好 苏长好 苏长 明天早上七点钟我接你 咱们一起上班好不好 是否同意 请指示 对吧 学会了没有 来 一号 好想听到哪儿了 好想听到哪儿了 这多好想听到哪儿了 出展后 明天七点半 接您上班是否同意 请指示 明天不上班 也就是不上班 对啊 好想听到哪儿了 好想听到哪儿呢 叫 Nowadays 很厉害 下线 发一镜零一会儿 走回去 我的天哪 你从来没谈过恋爱 会撒娇吗 不会 这个我在行 那你来 行家在这儿呢 就有些时候你的瓶盖 你真的不要自己开 从这种小的事情做起 让他有保护你的那种欲望 你看这个也可以 肖老师你帮我拿一下话筒 假装努力一下 你帮我开一下我的指甲 我的妈呀 你看就这个动作 你帮我开一下 你们谁想过来试一下 一号来过来 过不过来 一号你看一号机会让人认得到了 我嘴里都笑的是游和游和游 我心里都没的是浪和游和游 我心里都没的是浪和游和浪 妹妹她不说话想看到我来笑啊 我知道她等我的大花椒 我知道她等我的大花椒 假装努力一下 假装努力一下 乖 小朋友 你是否有很多我好 人家还没撒娇呢 在那儿男嘉宾你是口渴了是吗 开不了能不能帮我开一下 没 没学到精髓 对 刚才为你了 你帮我开一下 对 来 帮我开一下 这是她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撒娇了 叫我开我已经很开心了 都归你了 一号刚才 明明可以有被撒娇的机会 为什么你不跑过来呢 我又紧张了 明白了 给几位小伙子说说 找你当老婆有什么好啊 比较包容吧 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我可能 不会去强求别人去做 我喜欢干的事情 我觉得男孩子可能喜欢玩游戏 我觉得我们就 就是说没有必要说去限制他 就不让他玩 我会选择就是说 让他先教我 看我能不能学会 会不会喜欢上这项兴趣爱好 如果我也喜欢的话 我就可以跟他一起 如果我不喜欢的话 那他在那边玩游戏 我可以在旁边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比如看看剧啊什么的 包括说 有的时候可能他们工作压力很大 会抽点烟 我觉得也不会特别介意 不会干涉他的这些兴趣爱好 假如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 我觉得可能是正直吧 我们警察的优良品质 有一次开车的时候 在一条比较窄的路上 然后跟别的车辆发生了刮擦 我第一时间是去拍照曲 可能对方看我是个小姑娘 就是说 故意不饶 对 有点不好教授 所以教授过来也很快处理好了 然后当时还问了我 带警官证 证件的话都是随时会携带的 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说 要掏证件或者怎么样 然后我们公安是为人民服务的 就说这个证件 我们所有的公安人员 都是用来工作的时候 才会出示使用的 而不是说 随随便便把证拿出来 示名自己的身份 然后去解决一些自己的私事 可能有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亲戚啊 朋友啊或者同学 会过来问 能不能帮忙处理一些 他闯红灯啊什么 这样子的一些消风的情况 面对这种情况嘛 我们肯定都是会 对他加以引导 告诉他犯了错 就是要接受处分的 如果大家都这样子 那就没有人遵守法律了 姑娘真好 有什么要对姑娘表达的 一号 开始搓腿了 陈欢 在这个舞台上 我想把你不曾了解过的一面 展现给你 我现在很喜欢健身 至今还有八块腹肌 这是你不知道的吧 我不知道 我在县城买了房子 有一百一七瓶 已经减装好了 可以拎包入住 这你不知道吧 不知道 你看 他今天是有备而来 已经都全都准备好了 就等你点头了 首长 拎包入住 我还买了单反相机 将来可以给你拍美丽的照片 我还学会做好多好吃的 以后你可以慢慢尝 今天就有很多 手艺不错 那个叼的花也是你叼的吧 是的 你为了来见陈欢 下了不少功夫 这叫什么 叫国足加油 来 尝一尝 吃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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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小哥 这儿还有三位嘉宾呢 给我们留一颗 可是球就这么几颗 怎么样 评价一下 我觉得相当有创意 也相当好吃 家里年夜饭 都他一人能包了 还有什么 以前实习的时候 我看见你 就在局大院里面 照顾过一只流浪的橘猫 而我现在也养了一只猫 它和我一起住 但是它很孤单 因为只有父爱 没有母爱 太会说了 那只可怜的猫咪来了没有啊 它来了 我跟你说话话 养猫的男人特别温柔 真的 他有母爱了现在 有心动的感觉吗 房子已经剪装好了 可以拎包入住 将来可以给你拍美丽的照片 学会做好多好吃的 以后你可以慢慢尝 对猫有心动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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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也考虑考虑猫它爸 或者直接把猫送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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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啊 那也连主人一起送我 她说可以 但是要搭配着人一块送 考虑一下 她考虑了 我觉得 我就浮一下其他三位的内心表白吧 就觉得自己没戏了 没戏了 她今天在现场做的这些 已经真的是让我们所有全场的人 都觉得她俩太合适了 太合适了 太合适了 别着急 二号还没有表达呢 来 二号 今天我想送女嘉宾一首歌 一杯子有多少的来不及 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 华人大舞早已远去 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可相信 错的是自己 他们说这就是人生 是这体会 不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 这就不能痊愈 我会遇到你在 穿山越岭的另一边 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思念是一种病 思念是一种病 一种病 就完了 我也是比较腼腆 怎么样那过程 我也腼腆 我也跟这一块儿腼腆 算了 要不显得我挺孤单的 三号 我看你有点跃跃欲试了 我喜欢去旅游 想和自己的另一半 共同体验不一样的水土风情 不一样的生活文化 都去过什么地方了 我都去过东南亚多个国家 缅甸 菲律宾 还有泰国 下面还有什么旅游目的地没有 跟欢欢说一说 我很喜欢欢欢 喜欢欢欢 我想跟她一起去看世界 欢欢说去哪里 我会做营养仓 减脂仓 减肥仓 还有根据不同的疾病 定制一个不同的饮食方案 保持一定的健康状态 他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 我可以给你看一辈子的啤酒盖 饮料盖 太会表达了 一号 我看你好像脸又变了 他说他要给他开一辈子的啤酒盖 那是他意向情愿 不是还没答应吗 不是还没答应吗 我太难了 来 四号 我每一年都会给自己制定一些年度目标 比较自律 像国庆期间的话这八天 我几乎每天都在学校在那里练毛病字 还有每天会背单词一百多个 大概已经坚持快两年了 然后的话在作息时间 我每天会在早上五点半到六点半之间 准时起来 坚持大概有三年时间了 同样的在健康方面 我也是非常关注的 像暑假别比较空闲的时间里 我一周会去四天健身房的样子 一般像夏天啊 我都会还是喝开水 不喝可乐 水壁这东西 我觉得你可以选择 喝一下王老吉 次宁吉嘛 要青春喝次宁吉 喝王老吉 次宁吉 喜上加喜 吉上加吉呀 有什么问题要问问他们 你们最珍惜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我最珍惜的是 应该是我当警察的初衷吧 曾经在我小时候的时候 有一天放雪回家 就两个小混混拦住了我的去路 正当我张黄失措的时候 是一个高年级的大哥哥 他把我从那两个小混混身边拉离 当时这个大哥哥的身影 他就一直留在了我的印象当中 非常的高大 所以我就想着自己也要成为这样的人 成为一个积极去帮助其他人的人 我工作的凤林派出所 它是一个山区派出所 下去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农户 他们白天忙于农活等一些琐碎的事物 可能一些邻里纠纷的矛盾 白天就没有时间去解决 于是我们会把他们在晚上的时候 召集起来 在村头 在会议室 这些地方 给他们组织调解矛盾 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 就叫做月光景物 曾经有一次 我开着警车 从高速口下来的时候 就在路边看到了 一位五六岁的小女孩 当时她一个人走在高速口路边 我就非常担心 她怎么一个人在这里行走 于是我就停车下来过去问她 我是警察叔叔 你不要害怕 告诉我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儿 但是小女孩她最初并没有理我 在我的在山追问下 她跟我说她要去后山村 去找她哥哥 我心想后山村 里这高速口还有一公多里的路 非常的远 于是我就说我送你过去吧 但是小女孩可能怕陌生 她没有理我 而是扭头往前走了 看着她一个人向前走去 我当时非常的不放心 于是我又回到了警车上 开着警车跟在她后面 一路默默地护送她 到了后山村 当时这一段的路面监控 还上了央视新闻 那个新闻的名字 是新闻直播间播放的 叫做暖心八分钟 其实我每一次帮助别人 并不是说要获得什么荣誉 我每一次帮助别人 并不是说要获得什么荣誉 而是想着自己的一个初心 成为一个积极去帮助其他人的人 二号小伙子 我觉得我现在最珍贵的应该是 我们家的家风家训 穷不失智 富不忘本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家里比较穷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住的是那种破坪房 我记得有一天夜里 外面下着大雨 就是我们里面下的是小雨 然后我们房间里摆满了那种 大盆小盆的 就在接水 然后我们墙上爬满了蜗牛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心里就想 我长大一定要赚很多钱 我再也不要住这样的房子 其实从小我父亲 他就一直教育我 他经常带我去朋友家做客 然后他就会说 别人给你的东西你不能拿 就算再困难 无论怎么样 你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吧 其实我童年跟很多人的童年 可能不一样 大家可能五六岁的时候 可能都是只管玩 或怎么样 但是我小时候就是 每天在店里面 陪着我妈看店 跟着我妈一起进货 然后因为我父亲 他都是出差在外的 所以说我觉得 那时候就是家里的一个男子汉吧 后来自己有了自己的事业之后 也没有再想跟家人要过钱 然后包括自己日用 跟朋友出去吃饭 出去玩 包括朋友一些 比如说救命的钱 我觉得很清楚 身上就两万块钱 朋友其实那时候说 他的女儿就是说是白雪韵 我就把自己所有的钱 都打过去给他 记得我父亲跟我讲的一句话吧 就是落叶归庚 他跟我讲 他说不管你走到哪里 你的根在哪里 因为我的根在永家 在温州 我就得回到温州来 所以说我出国之后 我一直想就是说 无论怎么样 毕业之后一定要回国 让我们照顾好我的家人 让我们回报我的家乡 三号小伙子 你最珍惜的是什么 我最珍贵的一段记忆 上级命令的通知 说要报备一线的人员上线 当时我没有想到这么多 我就马上去报名参加了 当时我没有跟家里人商量 走的时候也没有跟他们特别的告别 我觉得很对不起父母 走的那个时候 我就整理用物 就直奔医院入住了 当时我的心里忐忑不安 有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着 工作的时候 平均每天都要15个小时左右 那时候 疫情的物资非常的紧缺 我们穿着隔离服 为了节约一套隔离服 我们少吃少喝 打着成年的止尿铺 最后脱下来的衣服 因为隔离服没有透气风 脱下来隔离服里面的衣服 全是湿大大的 记得当时那个时候还很冷 身上都冰凉凉的 脱下三四双的手套 那个手都是苍白无血色的 当时我们跟病人治疗做的最多的工作 还是安抚的工作 病人他的内心非常的焦虑 在那个时候 记得还有一个病人 他仿佛的监测为阳性 当时这个病人总想着自杀 后面我们医疗团队共同努力下 平复着患者的心灵 病人积极地配合治疗 病人最后也出院了 其实经过了这么四十多天的抗议 最后县人民医院也没有增加 无医疗病人死亡 我觉得非常的值得 我为自己感到自豪 无名之卑 我是谁 我为谁也无所谓 谁不是拼了命走到生命的结尾 也许很累一生狼狈 也许卑微一生无畏 也许永远成为不了你的口味 也许很累一生狼狈 也许卑微一生无畏 谁想来不都是一样 尽管叫我无名之卑 世上从来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四号 我对生活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 最珍贵的一个记忆的话 其实不是过去一段最快乐的时光 也不是一段深刻的记忆 反而是当前这种没有就业压力 没有疾病困扰 没有生活压力的一个状态 每天早上起来能听听音乐 中午的时候练练字 晚上睡觉之前的时候 还能背背单词 对你来说最值得珍惜的就是此时此刻的拥有 对 相当于 我有点喜欢这个陶渊明笔下 这种采菊东篱下 幼然见男商的一种闲情雅致的一个生活方式 所以如果看马斯洛这个需求层次理论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在自我实现这层 也因此我一直把亚历斯多德的一句话 当作我的一个人生方式有一个准则 他说的是 理性的人寻求的不是快乐 而只是没有痛苦 他们都挺不一样的我觉得 来三位相亲顾问 给我们姑娘参谋参谋 我偏向于一号 一号呢跟你的工作性质是一样的 你们两个人一定会互相理解的 那你比如说二号呢是生意人 那如果他今天晚上我今天晚上我应酬 我今天我十点半才能回去 十一点半你试试 你一个礼拜天天应酬去 你还能接受了吗 但是一号呢我天天就在工作 那你肯定能理解他 我知道他在忙 我知道他在干什么 包括他的工资他的奖金 你都能知道 三号呢 三号是护士动手术是吧 你玩刀他玩枪 我觉得你们俩好像确实有点 对吧一个刀枪 这刀枪他不合你知道吗 四号呢是因为四号现在还在学习当中 对吧 还没毕业呢 他可能还得多再看一看书 所以我偏向于一号 你呢 你会怎么选呢 我选的话都行反正是 感动比心动最重要 所以你还是要问问你自己的内心 什么最打动 你看到谁跟谁更般配了没有 我觉得还是一号 因为你们的工作性质 以此也了解 所以却更多一点 如果是其他三位男嘉宾的话 我觉得也都不错 但是可能磨合起来就不会这么快 接下来我们要在歌舞凤凰飞的表演中 让姑娘选择跟谁成为普通朋友 王老吉次年级 祝天下有情人 忠诚眷属 编较命运人之内登记结婚的男女 男女提供专属大礼包 和王老吉次年级喜上加喜 急上加急 他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女神级别的人物 他俩太合适了 陈湾陈湾一起上班 穷不失智 父不忘本 歌唱得真好 尤其是在看你的眼睛 天天共着 我想跟她坚决放松一下 我想跟她一起去看世界 慢慢说去哪里就去哪里 只感谢女朋友的手 至少是男孩的学习当中 原则就是无条件要站在媳妇这一边 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性格都比较沉闷 可能就不太合适 我本身不是个特别活跃的人 然后再放到个文件的两个人可能就没有话讲 我感觉我们身高很合适 老师同行我们也是老师 那这么巧 对 太有眼了 微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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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有没有带过来 喜上加喜 由王老吉次凌吉 独家冠冥播出 要青春喝次凌吉 喝王老吉次凌吉 喜上加喜 吉上加吉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场的父老乡亲 给我们的姑娘你怎样的建议 稍等 稍等 我被现场一号这种种种的行为感染了 我觉得我如果是女人我就嫁给他了 嫁给他了 我就感觉我自己可以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说一下 一 就一 欢欢 就平时她穿英姿萨爽的景服的时候 应该有一个男朋友给她记录一下 那我们的一号学了这乱气乱乱落气 不是 很多很厉害的技能可以给她拍照片 第二点是石码 要杀住女人的心 先抓住她的胃 我本来也以为她做的是什么黑暗料理 没想到这个还是好像看起来 看起来还是很好吃的 第三个柱 她现在已经买了一套房子了 就是说你们双方谈婚论甲 已经有了一个最基础的物质保障了 连猫都给你准备好了 这个行路我自己把它理解为一个行动力 不是 我觉得行恰恰是她的薄弱环节 因为每一次让她有所行动的时候 她都搓大腿 来 再表达一下 你看 她不行 陈欢 我走过许多的路 也行过许多的桥 也品尝过许多的美酒 但在这最美好的年华里 我只想尋得一位一生之爱的人 这个人 我希望是你 我希望是你 这小子还真行 我觉得要冷不丁地让一个人去表达 这个人能马上说出这样温暖的话来 这个水平相当高 除非是郭亮 来 现在让你对心爱的女人表达一下 假如就是维尼娜吧 你那么有才 现在开始 维尼娜 咱们认识三年了 我呢 一直也没想跟你表达 四年 你不论几年 我呢 我一直其实内心当中有一个你 我听说你喜欢小猫 我呢 特意养一只猫 养一只猫 我觉得如果咱们两个人也能结合到一块的话 就能养更多的猫 更多的猫 谢谢 好 谢谢 来 我力挺一号 我觉得她暗恋了慌慌三年了 自根自底 而且小戴呢 她还会拍照片 女人爱美之天性的 你老公会给你拍照吗 他就弥补了我老公不足了 你从小戴身上看到了所有你老公不具备的品质 对 对 你老公来了没有 来了 在哪儿呢 我老公在哪儿 来 老公呢 老代 老代 在哪儿呢 老公吓得不敢出来了 那是你真老公是吗 假一陪死的 假一陪死的 你俩为什么坐得这么远呢 他不敢坐我旁边 他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 刚才你老婆说了 人家那一号啊 身上的那些优点 全是我老公不具备的 所以说我今天要带他来许多多学习 你从小戴身上学到东西了没有啊 学到不少 小戴专门爱搓自己的膝盖 你学到了吗 这个过程我是以前的 你以前也腼腆 以前看到他肯定也是紧张 就算用搓的吗 你当年找对象的时候 他就是见你紧张开始搓大腿 对 我老公 那找这样的有什么好 这个放心 他因为他从内心 从每一个细胞 他都会喜欢你的 那二号和三号 是不是就有点不大放心呢 二号呢 他的妈妈我认识的 他妈妈是个特别漂亮 特别能 那个女权人啊 他那时候应该要找到 黄黄这样的女人 他要找像他妈妈一样的 像你这样的 我不行 我不行 三号呢 怎么说太帅了 女人最怕男人太帅 你当年找你老公 对 就是按照谁不帅我找谁 我要找男人帅的 就显示不出来我漂亮了 现场有没有喜欢 三号的女孩子 来 我是外眸协会 而且她不是护士吗 又温柔 又会带孩子 刚才那位大姐说了 她当年找对象 就不敢找帅的 我找到长得帅的 看上我 是我的本事呀 最怕的就是将来 帅的也遇到很多 像你一样有本事的年轻女人啊 这就看各自本事了 爱的博弈 你已经做好博弈的准备了是吗 反正你喜欢长得帅的 长得帅也是要说两个人之间 都是相互好的 好 谢谢 来 我是强烈支持三号 那我先说一说三个选手 一号选手呢 他们在同一个系统 一号选手一个 发了多少奖金他都知道 一个男人手里头都没钱了 不就是 你结婚了没有啊 我结婚了 所以你是吃过亏的人 对吧 我老婆也在我医院里边 我也分嘴炒动 我老婆就知道了 对不对 二号不是本系统的呀 人家自己家里十湖种植基地 二号主要就是三千亩的问题 黄黄是一个普通的子宫 找一个三千亩的人 这个人的社交圈是不一样的啊 如果说黄黄找了二号 二号万一要黄黄辞职 全职在家里带孩子的话 黄黄怎么办 要不要放弃自己热爱的 这个民警事业啊 我先问问二号 你会有这个要求没有啊 不会 主要看他自己 他犹豫了 你就看这个 看得这么准 那万一黄黄就想做全职太太呢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警察事业的 然后因此你觉得是三号 我是强烈支持三号 你刚才一不小心透露了你的工作 你是在医院里 你是三号的亲友团呢你 那你快坐下吧啊 来 还有没有提建议的 来来来来 我立听一号 我觉得一号好 一号因为跟那女警察是同行 同行她们这个语言沟通就多了 真正吵吵的事就没有了 谁说同行就不争吵呢 因为她们的梦想是厌的 那你的意思就是 郭阳 郭亮肯定会回家争吵啊 我跟郭亮 不是 你和老婆 反正基本上 基本上她打完我以后 我就老实了反正 打完我以后我就老实了反正 打完我以后我就老实了反正 原来是说打完就老实了啊 所以说我的一号天天女警察 特别好 特别合适 好 谢谢 谢谢 第一号最适合这个女嘉宾的 因为她你看啊 对这个女嘉宾已经 可以说是偷偷地暗恋好几年了 她说做的工作 都说围绕这个女孩子啊 这是个很有信任 尤其是有人给称欢按摩的时候 她在旁边气的呀 你为什么要按脖子呢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按脖子呢 犯罪嫌疑人一样 按个肩就够了嘛 干嘛弄脖子啊 我还有今天把我们这个四个男嘉宾 比喻成我们勇家特别有名的小吃 勇家卖饼 这个我把那个一号男嘉宾 比喻成一个梅干菜五花肉 这个饼是很经典的 吃起来越吃越香 能吃一辈子和累 二号它是那个紫菜馅的 现在特别招那个女孩子喜欢吃的 三号就是我的比喻成那个咸菜五花肉 它的口味虽然辣 可是让我无法拒绝 我强力建议女嘉宾 选一号 你们有共同的语言 有共同的工作 而且她真的是对你走心了 谢谢 谢谢 我特别支持二号 二号我想用三句话来概括一下她 羊到底 土到家 因为她有国外的留学经验 怀着一颗爱国的心 回到永家来投身于这个农业 第二句话是 肝柔相依 冷暖相依 她一个男性 有男性的肝 有照顾女性的肝 成欢她是公安干警 她有那一份天然的肝 然后又有女性的肝 我觉得她们两个人非常合适 第三句话 二号肥而不腻 瘦而不彩 刚才一上来的时候 你看她如此吸引人的笑容 她又能歌上舞 那个歌唱的 我也受不了 我也受不了 我觉得她们两个人非常匹配 三号 人虽好时间少 一号 人虽好 欢乐少 二号今天 葬具C位天死地利人和 加油 兄弟 好 谢谢 谢谢 来 相亲顾问 你们最终给欢欢个意见 还是一号 咱们换个问法 这一轮该先让谁下去啊 你是问我 这问题就让我得罪人呢 我觉得 三号吧 三号因为我觉得她长得太帅了 你说你要真是 别的女孩喜欢你吧 她搞行真的 她一查你一准 别给自己勒大瓜 勒大瓜 勒大瓜是用 就是 脑闷的微蹦蹦 尖天天一跟那小女孩说个话吧 就脑袋上顶一刮 对 三号 她作为护士来说 她也有加班的时候 这儿也有加班的时候 对 所以她们俩其实 不一定经常能在一起 就算比如说一号 如果跟欢欢的话 她俩就算都有这个工作的话 那她俩也能天天见面 最起码 对 不是说她们谁不好 谁下去 因为太优秀 但是 谁更合适 这个最重要 要不你下去吧 不行 我还得挑剩下的呢 我要下去 我觉得也是三号 因为三号她们两个都忙 都有加班的时间 但是我看欢欢 我们一说让三号下那小嘴 撅起来了 好像有点不愿意似的 好嘞 谢谢 谢谢啊 接下来我们的姑娘将在舞蹈 鼓运的表演中 选择跟一位小伙子成为普通朋友 王老吉刺经级 祝天下有惊人 终成眷属 并将为一年之内登记结婚的男女嘉宾提供专属大礼包 和王老吉刺经级喜上加喜 牵手成功 牵手成功 将获得由中国黄金提供的时尚饰品一份 祝你们幸福美满 情笔金尖 暗恋了 黄黄三年了 从每一个细胞她都会喜欢你的 只想尋得一生自爱的人 我希望是你 家里是无种植基地 人的战斗全是不一样的 不应该要找黄黄这样的女人 太帅了 女人最怕的男人太帅了 又温柔 又会带孩子 小老师我来 七场这么强大 比比吧 还有吓我一跳 好好好 我要被罚站了 非得跟你拟着跳 揍一个你就好了 你害死我了 多大点事啊 你要是现在不想走的话 试试吧 这样的老婆你放心吗 更抠了 她hold不住她 走不走 走 走 挺遗憾的倒是 眼对眼还是挺有感觉的 肯定很讨女孩子喜欢 感觉很危险 优秀的女孩子这么多 我们身边就有一位 我们这边还有 我们在后台关注很久 场上还剩下两位小伙子 我们的姑娘呢 有一个故事要讲给你们 要提出一个问题 我最近在看一部电视剧 叫《风犬少年的天空》 男主图骏和他的爸爸相依为命 但是不会向对方表达 自己对对方的一种情感 甚至恶语相像吧 然后有一天晚上的时候 爸爸出去进货 那天下了很大的雨 他很晚都没有回来 然后男主他就跑出去 给他爸爸买了一碗米线 然后但是在回来的路上 他就看到他爸爸倒在地上 然后流了很多血 他当时就把爸爸背在了背上 一步一步往医院走 爸爸当时还是有知觉的 对他说了这么一番话 他说人一辈子 要想到一个最好笑的笑话 这样子在告别的时候 就可以讲给最爱的人听 最爱的人就能够笑着送他们离开了 后来他讲了一个很不好笑的笑话 图骏也扯了一个很难看的笑容 但是在那一刻我感觉比较动容 因为我觉得就是父母 跟子女之间的情感 平常可能不会表现得很特别 但是在某个时刻 父母才是最终陪伴我的人 然后我也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得过一次水痘 那个时候边上的人 包括我的朋友同学 都离你几米远这样子很担心 会被传染 然后当时爸爸妈妈 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把我接回家 然后让我待在自己房间里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是轮流接热水 然后用热毛巾给我擦身子 可能因为担心我太痒了 就是会把水痘挠破 然后再给我上药 然后担心我一个人在房间里 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好的情绪 他们也会时不时地进来 就是跟你聊 当时觉得孤独的就剩下自己一个人了 然后发现只有爸爸妈妈还愿意 就是一直一直地陪在你身边 所以当时觉得 对父母平常要表达更多的爱 只有爸爸妈妈还愿意 一直一直地陪在你身边 对父母平常要表达更多的爱 然后我也想问一下你们 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节 影视里面 会让你们联想到自己 我看过一个国外的短片 它的名字叫绿松石项链 一位小女孩 她有一位已经成年的姐姐 一直在为家庭付出 在姐姐生日快到的时候 这个小女孩就想给姐姐送一条项链 当她揣着她仅有的三个硬币 到了一家首饰店的时候 她掏出这三个硬币 跟老板说 我想要你柜子里的那条绿松石项链 老板看了小女孩手中的硬币说 只有三个硬币怎么买得起 小女孩说 可这已经是我所有的积蓄了呀 当时老板就问 那你为什么要买呢 她就说 因为我只是想让我姐姐笑 她太辛苦了 老板很感动 就把绿松石项链 以三个硬币的价钱 卖给了小女孩 第二天 小女孩的姐姐 拿着项链来找老板退货 这时候老板就很耐心地解释说 虽然只是三个硬币 但是她已经倾注了她所有的积蓄 为你去购买这条项链 她的购买力胜过所有的成年人 所以她是值得获得这条绿松石项链的 我看完这个短片感同身受 因为我觉得我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愿意为身边的人去倾注自己的能力 为她去付出 三号 我看过的那个影视作品就是白球恩的故事 白球恩是一个加拿大人 知名的一个外科 胸外科的医生 作为一个国际的友人 为我们中国鞠躬尽瘁 让我联想到了疫情爆发 自己作为医务人员 勇于上前 时刻准备战斗 我觉得自己好样的 我们喜欢一部剧 大抵是因为我们在里面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里面的桥段 按合着我们曾经的经历和期待吧 我们做相亲节目也是一样 总想走进你心里 怀着调侃 欣赏 尊重的心态 想尽一切办法呢 不作假 真相亲 努力做出一档 老百姓自己是主角 有情怀很欢乐的节目 与父老相亲 一起拓宽思维 品杂人生 积极向善 崇尚美好 啥时候能够有更多的人 从喜上加喜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就好了 大伙多支持 我们也有信心 到了他们该做选择的时候了 请走到喜字门前 稍后旋转门打开 相互面对 意味着牵手成功 会比较包容吧 不会干涉他的这些兴趣爱好 我只想尋得一生之爱的人 我希望是你 我可以给你开一辈子的饮料盖 稍后喜字门打开 相互面对 意味着牵手成功 王老吉 慈尼吉 祝天下有情人 忠诚眷属 并将为一年之内登记结婚的男女嘉宾 提供专属大礼包 和王老吉 慈尼吉 喜上加喜 慈尚加喜 慈尼吉 会有一队牵手成功吗 张老师 让我来 七场这么强大 比比吧 还有吓我一跳 好好好 我要被罚站了 非得跟你拟着跳 揍一个你就好了 你害死我了 多大点事啊 你要是现在不想走的话 试试吧 这样的老婆你放心吗 更抠了 她hold不住她 走不走 走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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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一队牵手成功吗 本节目由王老吉 慈尼吉 独家冠名播出 要青春 喝次年级 喝王老吉 次年级 喜上加喜 吉上加吉 喜上加喜 由欧洲双认证 全国销量领先的 君乐宝奶粉特约播应 喜上加喜 有真便宜不用算的聚划算 独家互动合作播应 上手机淘宝认准聚划算 百亿补贴 全网提价天天有 搜汇聚 喜上加喜 购买超划算地域爆款好货 喜上加喜 由中国黄金特别呈现 中国黄金一见倾心 好遗憾 今天没有前一步 海澹 estado里面 连长 marine生 maken автомоб ride 好遗憾 今天没有前一日 有 produced 还有可能的 一号男嘉宾 三年可能还一直是 以这种朋友的感觉 三号他三班倒 我也三班倒 家就没有人管 其实一号就挺好 其实我那心当中 是希望 二号跟一号 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不过 我有机会了 而且我有四个机会了 三号太帅了 有点遗憾 嗨 陈欢 一号就陈欢 一号 我想给他坚决放松一下 陈欢 一起上班 明天七点半 接您上班 是否同意 请指示 好 小带小带 是你左 来吧 你 американ 这是还收写 划 大